这样疯狂的场面请大声地告诉我 只有在哪里可以出现 没错 一个将任何事情都能进行开挂的民族 今天又是开心喂鱼的一天 由于实在没有钱买裤子 阿三哥只能把窗帘拿下来裹在下半身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进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因为待会的神操作可能会导致他不孕不育 只见阿三哥正蹲在岸边和池中的鱼群交流感情 鱼群看到阿三哥的到来也都兴奋地手舞足蹈 不停地向岸边靠拢 他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鱼群上方 鱼群就像嗷嗷待哺的幼鸟一般 张开大嘴上下跳动 疯狂地瞬吸着手指 鱼群已经逐渐开始疯狂丧失理性 神操作开始了 把盆放入水中的一瞬间 鱼群瞬间疯狂 下水的时候还不忘用手压住裙边 防止鱼群的钻入 但是看着阿三哥痛苦的表情就知道并没有起到作用 祈祷小弟弟还能平安上岸吧 岸边的大叔直接就将鱼石倒入盆中 随着阿三哥的第一次泼洒 鱼群瞬间疯狂 直接完全地看不到水的存在 整个鱼池的半天区域 就如同鱼群抢夺地盘一样 疯狂地撕咬和进食 再看看阿三哥的表情和情不自禁的身体晃动 真不知道他是痛苦还是享受 这样的喂鱼方式 有没有夏天去茅仿小便的即逝感 这样的喂食方式要三个人 在鱼池的不同位置持续进行半个小时以上 如果是你是否有胆量跳入这样的鱼池 并且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投喂呢